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美丽的湖水让人心旷神疑 但当地的女警官朱莉·弗雷斯特的同事 在调查捕育者马特失踪事件时 发现马特死因奇特 接着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奇失踪 此时美国地质调查局监测到 湖底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监测人员诺瓦克·山姆潜入湖底调查情况 结果不幸被食人鱼四成碎片 通过验证警官朱莉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而此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正在维多利亚湖度假 为了尽可能的将伤害降至到最低 警官朱莉·弗雷斯特等人来到了湖边 阻止正在游水嬉戏的青年男女 但是他们都不听 并没有按照警方的要求回到岸边 结果身与成群结队的攻击 咬死了大群人员 而此时在电视人德里克·琼斯的邀请下 青年杰克·弗斯特追随友人来到了海边 杰克和新衣的女孩凯莉等友人 登上了德里克的游艇 一起坐在观光船上 在湖中嬉戏 但是他们的船只不幸触跤 德里克掉入水中被石鱼咬死 杰克也被困 这个时候他打电话给母亲求救 母亲朱莉和警员迅速持缘 最终将他们救出 电影充满血腥 但作为一部恐怖片来说 它的巨大力量足以让你目瞪口呆 这就够了 这是一部视觉效果上让人吓破胆的电影 由于场面打造的过于逼争 因此能令观众产生强烈的窒息 好了 每个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欢迎留言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